亭峰, 最近我們為了減慢疫症的慢煙 就是留在家裡吃飯 但是不出門怎麼賣菜? 我不出門, 我也可以買菜 我就是用這個程式 就可以買到這個新鮮食材 是 反正我們今天倆都沒有買菜 不如吃好一點, 好嗎? 就海鮮吧, 先入夾吧, 海鮮 我以為是得途, 原來有直播 挺有趣, 拍著魚油來游去 在這個數碼化的年代 連海鮮產業也開始轉型 有相反, 在香港仔魚市場 自設海鮮工場 客人只要透過網上直播功能 按按鈕就選到深水海鮮 今天我們收到亭峰的訂單 要一條東星鞍 我現在先撈一條東星鞍給亭峰看看 我們現在經過我們的直播視像系統 告訴亭峰這條魚的樣子 如果亭峰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放重給亭峰看看 這條東星鞍, 適合了, 適合 當我回覆了之後 被選中的東星鞍就會即時拿去磅重 看過重量沒問題 職員就會將魚放入特製的養氣袋 然後加入車隊送貨 由樂丹起計, 最快三個小時內 將活魚送到客人手上 Francis, 我想知道你的海產從哪裡來 其實大部分我們都是布撈的海魚 在東南亞入口也有 在本地養殖或其他地方養殖 我們也有 但你現在透過網上用視像去選擇海鮮 是 其實挺創新 為何會有這個網上直播海鮮的構思 其實我想這麼說 香港本地的飲食文化 海鮮其實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元素 至於吃海鮮 我想香港大部分的人都會想到 西貢、鯉魚門、琉球山 或者三聖村這些地方 稍為偏遠一點 根據我們現在的直播 就可以在安助家中 在疫情這麼強的環境下 借下送到你家裡 可以享受到西貢、鯉魚門這些地方 選擇海鮮之餘 就避免疫情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這個海鮮餐會否豐富一點 可以的,我可以吃下去 對,我也是 先來飯,再來蒜蓉鮮貝 高質的,魚肉是滑的 對,魚肉是新鮮的 而且魚肉其實挺彈性的 試試這個 可以的,真的 試試鮮貝 為何你這麼容易撐得起 肉質挺實質的 真是新鮮的,這個真的很重要 而且鮮貝很鮮甜 它可以滿足很多不同的味道 是 加上滿足我們的辣辣 又想吃好東西的人 快點吃吧,還有很多東西